谷王大力光的股价带头冲 是否真的能冲出台湾熔景呢 两大智库中研院和中金院 针对台湾2017年的经济成长率 是接连上修了预估值 分别上修为2.18%跟2.14% 专家也认为 今年台湾GDP绝对保二有望 也期待更多的企业在海外投资获利后 可以回馈台湾 以及iPhone 8上市 再为下半年经济成长表现增添助力 谷王大力光带头冲 也冲出台湾景气熔景吗 两大智库中研院与中金院 针对台湾2017年经济成长率 接连将预测值上修 中研院19日公布台湾2017年GDP 预估从1.68%上修0.5个百分点 到达2.18%为学界最乐观 而中金院18日也第二次调整GDP 预估值达到2.14% 今年大家对于下半年景气 所谓的一颗苹果旧台湾这个现象 是更加的乐观 iPhone 8因为它的智场 这一次有很多新的科技的变更 包括它的比较无边框 然后OLED的面板 以及这些新功能的加入 使得它的制作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它的出货的时间 可能会往后递演 但市场上的期待值是很高的 去年的第一季我们的经济成长率是负的 第二季也只有一 所以今年在那么低的基期之下 我们的表现就比较 回复正常就表现得比较好一点 但在下半年当这个基期因素消失 当你的出口没有两位数的成长的时候 你的内需就至关重要 但是我们目前看起来 内需并没有一个什么很明显的扩张 各个智库针对台湾2017年整年的GDP预估 都高于2016年的1.5% 全部认为保二有望 2%以上的GDP是没问题的 但是一点喜悦之情都没有 因为我们的长期是看不到未来的 中华民国政府现在最认真的 是在做前瞻计划 前瞻计划对台湾GDP所有的贡献 其实它很难有陈述效果 专家鼓励企业多在海外投资 让投资结果回馈台湾 对于整年经济成长保二没问题 至于政府主推的前瞻建设 中金院认为 预估每年对GDP成长贡献0.12个百分点 但实际力道能否达标执行力问题 仍是关键 欢迎新闻赖委凡陈淑满 台北报道